福人大学研发神父啤酒 在一项的产品发表会中 校方表示 独特的香醇口感令人回味无穷 至于为什么会以神父作为产品的名称 因为福大是一所天主教的学校 神父即代表学校的精神指标 希望推出这项饮品能够被祝福 瓶口设计结合插画和造型可爱的神父剪影 这是福人大学推出的新品牌叫做神父啤酒 校方表示 除了口感独特 品尝起来味道香醇之外 为何以神父来命名其来有志 我想这个啤酒代表我们福人大学的一个特色 因为我们有知道神父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精神的指标 所以神父啤酒一定是非常非常好喝 大家试过就知道了 我们觉得这个啤酒其实很值得向社会各界来推广 创意的造型设计 加上使用台东原生种的红梨 苗栗的龙眼蜜为原料 研发出红梨啤酒及蜂蜜啤酒两种口味兼具养生保健 对于参加这场发表会的嘉宾都说 这款足鼻的啤酒风味绝佳令人回味无穷 这个风味很清纯 很天然 有这个香味在 所以你喝完了也不会得动 然后回味无穷 它的口味跟我们台湾啤酒是不一样的 梨麦的啤酒真的是好喝 赞 老是研发出来的 那么是一个精量啤酒 是一个用原住民的红梨跟我们苗栗的蜂蜜 蜂蜜所做出来的 非常非常的香醇 而且可口 所谓啤酒穿长过天主心中流 生父啤酒不只是美味而且还能够被祝福的一项饮品 校方强调今年的研发主轴从健康观点出发 面对后疫情时代 唯有结合专业将成果展现 对外才能产生正向的影响力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道